美西熱爆山火失控 19消防員殉職 上星期日 這班英勇的消防員 深入中部城鎮阿內爾附近的山頭 撲救了已經燒了三天 由閃電引起的山火 期間遭到大火圍困 雖然嘗試用防火帳篷自救 但最終仍然不幸殉職 這次是美國80年以來 最多消防員殉職的山火 正在非洲訪問的奧巴馬 讚揚殉職的消防員是英雄 長山火燒得那麼厲害 多不少都是因為美國西南部 持續受到熱浪侵襲 看看鳳凰城這個溫度顯示器 相當於攝氏50度 至於內華達州和加州多個城市 一樣熱熱熱熱 超過攝氏45度 賴斯維加斯一個老人家 懷疑因為家裡沒有冷氣熱死了 另外由於安全飛行溫度 是攝氏48度 有18班航班被迫取消 幸好氣障部門說 星期三就會沒那麼熱